散户抛售 机构开始囤币 比特币稳守7万美元大关 接班索拉纳持续迷营的效应 被死成为了密币狂欢的心境乐园 SBF终于判了 可是这行期竟然还能打骨折 真是太便宜压了 199位投资者共襄胜举 一道解锁百倍币势在必行 由马斯克近2亿粉丝助力 您觉得狗狗币能不能到1美金 加密市场金线僵尸工链大军 富比市揭秘20大空壳巨头 用加密货币重新占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变有钱吧 3月29号星期五 币链何在 我是Michael 我们先来看由Deepcoin冠名 并且提供的币圈24小时的数据整理 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 比特币是稍微跌破了7万的整数关口 但是资金的费率依旧维持在正费率的区间 这说明市场的大部分人还是看涨的 如果资金费率转为负值 那么说明市场大部分人看跌 做空情绪开始明显 在两周以前 比特币价格是出现了明显的回落 但是资金费率只有小幅的下降 依旧维持在正费率的区间 那本周比特币现货一天否的前4天 都是资金的净流入 所以市场的情绪和趋势都在积极向上的回温状态 最近这两周市场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那么有个问题是比特币都在哪些人手里呢 我们看一下近一个月 持平数量在10万枚以上比特币的地址 从69.9万枚比特币下降到了56.7万枚 这以灰度的GPTC为代表的聚金出现了明显的减持现象 那这部分早期获利值的筹码换手 其实是有利于比特币在高位价格形成共识的 那再看持平地址数量在1000到1万的大型机构 持平数量是有所增加的 累计增持了7万枚的比特币 那持平数量在100到1000的比特币区间 累计增持了15万枚比特币 可以说这部分的买盘 完全消化了此前巨金带来的泡压 那持平数量在1到10个比特币的散户群体 额外堆积了超过10万枚的比特币 那么这部分的筹码主要的贡献者是谁呢 从数据上来看 就是各类少于10个比特币的散户群体了 由此可见散户在不断地交出自己的筹码 而大户机构巨金都在不断地吸筹换筹 抬高比特币的市场均价 以形成新的共识 为后续比特币的价格上升蓄力 好我们来看一下 疯狂了一个月的索拉纳链上的 咪咪币热度开始下降了 所以资金需要寻找新的热点 贝死链就成了新的造富效应的风口 近一周贝死链的交易量开始飙升 日均的交易量从上中的45万笔 飙升到了217万笔 直接翻了接近5倍 贝死链上的TBL资金 从4亿美金标称到了11亿美金 仅一个月的时间资金流入超过了7亿美金 增幅高达175% 有钱的地方自然离不开造富效应 贝死链光手续费 一天可以赚90万美金 市场的热度目前来看还在持续的发酵 后续贝死链会将成为主流公链的意愿了 好请您点赞 我们来帮您梳理币圈那些24小时离钱最近的新闻 今天币圈最大的新闻最大的话题是什么 SBF被判刑的事件了 遥想诸公当年SBF凭借FTS一家交易所的崛起 一度成为币圈闪耀的明星 财富还有个人名气都是上升最快的 然而随着FTS轰然倒塌 SBF的辉煌也就瞬间化为乌有 这其中还有我的5个比特币 去年10月份的这起加密货币的诈骗案开始审理了 很多专家预测SBF会被判诈骗和洗钱在内的7项罪名 可能面临长达110年的监禁 昨天这个案件最终宣判了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币圈永远的罪人 SBF的刑期不是110年也不是50年 而是25年 根据联邦法律 囚犯仍有可能因为表现良好而获得减刑 他们通常每年可以减少最多54天的刑期 这意味着一个被判处较长刑期的囚犯 实际上可能只需要服刑85%左右的时间 一名曾在FTX交易所上损失了超过400万美元资产的 FTX受害者Aros Sego对25年刑期表示不满 他表示这是一个令人作呕的轻判 对受害者来说是一种侮辱 对判决结果 网友们在X平台上纷纷吐槽 还是那句老话 要是吐槽有用的话 反对有用的话 还要金钱还要贿赂 还要权利干什么呢 这个结果其实一点都没有意外 我觉得我的预算当中可能比25年还要少 但大家记住一点 这25年的刑期真的可能不是铁板一块 因为根据美国联邦监狱系统的规定 只要这个囚犯在狱里边表现良好 就可以获得减刑的机会 也就是说SBF实际的服刑时间可能会大大短于25年 前面就有例子 安然公司的CEO就因为这个表现良好 只服了原来刑期的一半左右 所以在面对政治面对利益的诱惑的时候 有可能法律有时候真的是一块遮羞布 真的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但好在这个形式还判了25年不是吗 我们只希望SBF在狱里边会真的反思自己的行为 然后在出狱之后能够用它的行为来补偿大家 还我的5个比特币 好散户要想抓到百倍币 在二级市场买币呢 那就叫什么 撞大运 能碰到的几率那是非常低的 所以只有真正的进入到一级市场 才能把百倍币的几率放大或者是抓住 那我们的密道呢 就在这个前提下产生的 这是亚洲第一个道的VC 也是散户进入到一级市场的唯一的通道 所以在今年我们尝试着第一期密道 向我们货源朋友推出 在8个小时募集就全部完成 那到目前为止呢 密道第一期投资的9个项目当中 Network3已经有了3倍的估值 其他项目也会在今年陆续发币 相信效益和结果 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昨天呢 密道第二期的投资也完美收官了 成绩怎么样呢 我们来关注一下 密道亚洲首个道VC 在3月14号正式上线 每个钱包地址 起头5000优 50万优封顶 基金投资期一年半 回收周期半年 预计投资周期将压缩至两年左右 目前项目在3月28号 18点44分截止 两周的投资期共有199人投资 募集总金额为161.7万 比第一期109人新增了近一倍 密道的投资策略专注于一级市场 明文 公链基础设施等上游领域 未来不定期还会有更多项目 大家继续持续关注 那密道究竟有什么魅力 能够吸引如此多的投资者呢 大家要知道199这个数字 199个地址 这在九子离火开年的时候 这是一个极大成的极数 密道的第一吸引力在于它的公平性 每一个人都用你的投资额 来行使你的权利 密道里面筹集的资金 如果没有大家的投票 一分钱都出不去 而这个钱去了哪里 留到了哪里 都是公开透明的治理流程 把权利还给每一个人 做到完全的web3的公开治理 这是我们频道一直在追求的东西 而且密道配偶还占着 我们所有频道的布局 我们所有的流量 我们还有钱给项目访 请问密道的未来天花板在哪里 请大家想象一下 一犬得到狗狗升天 狗狗币带飞了狗系密英币 金玉其外败叙其中 瑞波被质疑是僵尸攻略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马斯克马首富吧 虽然人家离钱最近了对吧 在说过了推特之后 大家都能看到马斯克对推特 进行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手术和改造 从放弃蓝鸟标志 更名为X 到进军支付银行商务领域 他说他想把X打造成像微信一样的功能齐全 而且没有广告的超级APP 我就想说马斯可能不太了解微信 当然X在美国获得了很多货币方面的专属的许可证 现在X离成为全能APP的目标 应该说是越来越近的 最近马斯克分享了一位来自X用户的 Dodge Designer的一个动画时 他发了一个评论 圈子将完整 没想到这句话直接又让狗狗币飞了 数据显示 昨天狗狗币价格飙升至自2021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交易量和期货开放利息显著增加 截止到今天中午14点 狗狗币以22美分的价格交易 24小时内涨幅达到17% 过去一周涨幅近40% 若从今年初算起 狗狗币的价值已经激增了145% 在狗狗币的涨势中 一些狗系迷因币和NFT也涨得厉害 Bunk和Floki在过去24小时内 分别增长了15%和13.7% 进入了涨幅前三名 Archie NFT最近也已超过43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成为迄今为止 售出的最昂贵的迷因NFT Duckified NFT销售创下了 1210.759ETH的成交量 这叫什么 这叫一狗得到狗狗升天 咪咪币这个东西就是迷因文化的一个代表 什么叫迷因文化呢 就是年轻人对于图片的一种热情 或者喜爱的文化 所以咪咪币就是一个社群 一个图腾 不需要任何的生态建设 不需要任何的上涨理由 疯狂FOMO就是咪咪的价值 说到这里大家想一想 狗狗币会不会达到1美元的价格呢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光靠马首富在X上2亿的粉丝流量 就够狗狗币玩的了 在b圈圈子很小 特别是中文的b圈人就更集中 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 所以你要是说别人不好不行的话 相当于再给别人挖坑 给别人上眼药 所以大家都会留点面子 但最近财经媒体复比士 干了一件我觉得特别漂亮的事情 他就点名了这样一批加密僵尸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被他点名的这些弓链 就像僵尸一样徒有其表 但是完全没有价值 都有谁呢 瑞波XRP ADA爱达 然后莱特币这些风光一时的名字 他说这些弓链除了成为投机者的玩物之外 几乎毫无用处 想当年大家要知道 瑞波LAB是带着XRP 是雄心壮志的打入加密市场 是要打造什么 打造全球金融的新标准的 而如今瑞波内存区块链 除了收取微不足道的交易手续费之外 几乎是停滞不前的 更谈不上任何生态 虽然说现在瑞波的代币高达360亿 但是除了投机 确实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 那这样的场景让人想起这老话 叫做金玉其外败蓄其中 而这样的僵尸攻略不止瑞波一家 富比市的调查显示 市场上至少有20个类似的攻略项目 它们的总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 但同样除了投机外 几乎毫无用处 这些攻略项目 要么是比特币和以太坊等 早期攻略的衍生品 要么是它们的直接竞争对手 Bitwise Asset Management首席信息官 马特豪根表示 这就像早期风险投资基金 或公司筹集了太多资金 却不知道如何充分利用这些资金 也没有办法将资金返还给投资者 当然为什么这些攻略还能够活到现在呢 要知道这些僵尸攻略能存活 原因正在于它们拥有庞大的资金储备 它们当初发行代币的时候就募集了大量的资金 足以支撑它们存续很多年 所以即使它们不发展任何生态 不做任何的业务 所有东西都停滞不前 还是老三样 只要有足够的投机者愿意交易这些代币 它们就会在涨涨跌跌加密市场当中 继续生存下去 然而这样的局面 我想终究不是长远之计 对于已经死亡的加密协议 虽然不存在明确的清算流程 但是市场的眼睛是雪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相信这些僵尸公链会逐步的揭穿它们的正面目 而它的市值也将回到它正常的状态 来看今天的币圈快报 谷歌现已支持搜索显示 比特币 Phantom Arbitrum等钱包余额 输入钱包地址时的搜索结果 会显示每个网络钱包中的剩余代币余额 以及余额上次更新的时间 1997年3月28号 Adam Beck发明了POW理论 POW理论是中本松创建比特币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截止3月28号 POW理论诞生27周年 DeFi安全机构Decurity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PRISMA Finance遭遇攻击 倍到800万美元 数据显示 比特币挖矿难度在区块高度 836,640处迎来挖矿难度调整 挖矿难度下调0.98%至83.13T 目前全网平均算力为每秒595.44EH 以太坊链上DX3月27号交易量为25.92亿美元 排名第一 BSC链上DX日交易量为14.73亿美元 排名第二 Solana链上DX日交易量为11.31亿美元 排名第三 在金融圈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 叫做投资的最高的艺术境界就是忍耐 我觉得这句话放逼圈一样实用 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没忍住好奇看了一眼大盘 哎于是自己进场了 没忍住贪欲 于是您又加仓了 没忍住侥幸这两个字 所以您又持仓了 玩了合约了 没忍住犹豫这两个字 所以您又平仓了 没忍住恐惧您止损了 没忍住笃性 于是您报仓了 没忍住不甘 所以您又进场了 接着就是不断的亏损亏损 加仓加仓直到最后爆仓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不少投资人他不缺乏分析能力 不缺乏投资经验 缺少的就是一份高度的忍耐力 无论是上涨还是下跌 其实只要您撑得住气 您的机会就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我们情况不能像很多人一样 遇到下跌就开始恐慌 遇到上涨就万乎所以 这是投资的大忌 好 我们希望在这类牛市当中 代应我们所有的会员朋友 在资产后面加个零 让我们的比特币每天都多一点点 这里头有所有的会员权益 希望得到您的支持 让我们把频道打造的更加专业 明天见 明天见